中華大學創新與創意中心 我是中華大學創新與創意中心的主任翁千惠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設計 也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創意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生活中的設計與創意 那大家可以看到 左邊是很久很久以前很古董的那種電話機 右邊是我們現在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 那傳統的電話機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外型長得非常特別 我們只要看外觀就會知道這裡是話筒 然後這裡是需要撥號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轉盤 那但是大家看右邊的照片 你只會看到一個方盒子 然後一個螢幕 然後你其實這樣辨識不出來 它每一個功能跟外觀的關係是什麼 那所以現在我們只要每一個人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事實上在過去我們可能還可以比較一下 按鍵的大小 然後這個圓弧的比例怎麼樣 那現在我們看的只是背後鏡頭在左邊 右邊還是在中間 然後現在更慘的是我們只有看數數看 你的是三顆鏡頭還是兩顆鏡頭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手機的一個發展歷程 從以前產品它有很多的外觀元素 可以去讓我們了解它對應的功能 例如是按鍵 天線等等 但是到了現在發展下來 我們會發現外型的這個元素都不見了 那只剩下一個一個的 像瀏海要多短 然後要讓它變不見 這樣子的一個螢幕畫面而已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呢 其實是因為每一個產品它都有它的 所謂產品生命的周期 一個新產品剛出現的時候 它會從導入市場 然後慢慢地 越來越成熟進入成長期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各種品牌 各種不同的大家一起來投入 發展這個產品 它的規格就會越來越高 然後成本越來越下降 然後就進入到了一個成熟期的高峰 那這個時候就有各式各樣的外觀的不同 然後各種品牌的價值 附加的功能等等來導入成熟期的市場 但是過了這個階段之後 它其實就會進入一個衰退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一個外觀的形式 沒有辦法再說明產品的功能的時候 也就是像這一張插圖所顯現的 我們去選擇一個產品的時候 每一個都長得像一個方盒子一樣 然後所有的功能都在裡面 是由這個機器操控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其實 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從講求規格 講求成本 講求功能 進入到一個講求你使用者的情感 還有使用者的體驗 這樣子的一個市場上面來 那講到情感上面 我們就介紹一個設計師 叫做菲利普斯達克 那他是很知名的現在設計師 那他最有名的一個產品呢 就是這個榨汁機 看他的照片他是榨汁機 但是看他的外觀你會覺得 這要怎麼樣來榨果汁呢 那菲利普斯達克自己也說了 他的果汁 他的這個榨汁機 並不是用來榨汁的 他是用來幹嘛呢 用來開啟話題的 所以這個榨汁機 不是擺在你家裡的廚房 真的去榨果汁 而是擺在可能像客廳或是玄關 讓有人來的時候開啟一個話題 哇 你有這支這麼酷的榨汁機 哇 這個怎麼這麼炫 或者是 哇 這個是鍍金的限量版 所以他是用來開啟一個話題 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相同的品味 我們有相同的設計的 喜歡的風格 那我用這張圖再來總結一下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把從手動的榨檸檬汁 改成機器來幫我們榨的時候 可能就是最左邊這個 最傳統的 那很方便很快速很好榨 然後再來是中間這種商業用的 榨得很快 這個就是把果汁榨得很乾這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就會進入到 一個講求你的情感 或者是你追求品牌 追求其他超越功能之外的這種 價值上面的意義 那所以我們就會 整個市場就會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從功能面轉換到 使用者的情感面 那我們今天就用一個雨傘 日常生活當中 每一個人都使用過雨傘吧 那下雨天的時候 你使用雨傘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困擾 例如這個 要收傘的時候 雨滴滴不停啊 或者是這個要掛 要收納的時候 沒有地方掛 沒有地方擺 那也有可能是 這個上完課 或者是吃完飯 從餐廳一出來 發現雨傘不見了 被偷了 然後或者是這個 撐完傘要進入車子的時候 突然發現收傘的那個畫面 就讓你整個車子都淋濕了 等等等等的狀況 那我們如何用設計 如何用創意來解決 這個雨傘的問題呢 大家可以看一些這個例子 那第一個 我把它歸納做小巧思的創意 那所謂小巧思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當中的這個案例 它只要在這個閃尖的地方 加入了一個角 讓它雨傘自己就可以站內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沒有地方可以靠 或者是找不到地方收納的問題 那另外呢 一樣是讓雨傘可以站 但是它不是在閃尖 它在閃柄 多了一個三角形的角 讓它雨傘就可以自己站內 那在這個閃尾的地方有什麼好處呢 它還可以像這樣子靠在牆上 甚至是掛在這個一個平面上面 讓雨傘可以很好的收納 那這就是在閃尾上面的一個巧思 那另外呢 我們也很常就是邊走邊喝飲料 那你就是又要撐閃又要拿飲料 那這個時候就有人發明了 在閃尾這邊多了一個像杯架 杯架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飲料放在這邊 又可以空出一隻手來 那這也是在這個閃尾的地方 來做發揮創意 那像這個 現在又要滑手機 又要操作什麼其他的事情 所以它就很簡單的做 把手的部分變成一個像掛鉤一樣 而且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手套進去支撐 這個缺口還可以做什麼呢 你事實上還可以掛一些塑膠袋 你手上拿的一些雜物等等 所以它有附加了這樣的功能 那另外 雨傘我們帶出去的時候 它有時候也可以變成 我們這個路邊水手做一下的一個小工具 它只要在把手的地方呢 設計成一個像椅墊 那你就很輕易的就可以靠在牆邊 然後做一個稍事休息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也是就是小小的巧思 那就可以讓雨傘多了一些複雜的功能 所以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創意的方法呢 就是 只要在你原先的產品上面 附加一個簡單的功能 它就發揮一個小巧思的創意 那第二個呢 我們把它稱作是情境式的創意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這個傘 好像是一把很普通的遮傘 但是呢 它的巧思就藏在傘的把手的收納的部分 我們看這張圖比較明顯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講到說 雨傘收納起來的時候還會滴滴答答的 所以我們會有傘套去把它套價 但是呢 通常以我個人的經驗 傘套在你用過一次之後 第二次它就不見了 所以有設計師就來解決這個問題 他把傘套藏在這個頭上面 所以是不會掉的 所以你要使用的時候 只要把它抽出來 這樣子包覆起來 然後用完了傘需要打開的時候 只要把它收納回上面的這個頭 就可以不會弄丟你的傘套了 那像這個剛剛提過的雨傘可能會被偷 那怎麼辦呢 有設計師就想用一個解決的方式 當你的傘掛在牆上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拉出一個鎖頭 把它扣住 然後上面就需要密碼才能解開 這樣子就可以防止小偷把你的傘偷走 這個也是防止被偷閃的 但是它用另外一個方法 它就是怎麼樣 把你的傘的把手 變成是可拆式的 所以你的傘放在外面的時候 把手是可以拆除 然後掛在自己的這個背包上面 隨身攜帶 這樣子別人可能就不會 少了把手的傘 但是如果小偷想要偷 那這樣子可能只能防君子吧 不能真的防偷傘的小偷 防止雨傘開花的傘面造型 那這個呢 就是已經這個商品化量產 大家可能也都有買過的一個翻轉的傘 就是我前面提過 當我們好不容易拿著傘 撐著傘到車子上面的時候 最後要收傘的那個動作 常常就搞得這個身體也是一塊 車子也都濕了 所以這個翻轉傘 就是它直接收納起來的時候 就把傘面給包覆起來 傘的裡面變成是在外面 把下雨濕的部分包覆在裡面 這樣的一個翻轉傘 就是從功能面解決大家遇到下雨的時候 收傘的時候的這些困擾 所以這個所謂情境式的創意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是從使用的情境 就是你用傘的時候會被偷 然後會雨滴、弄濕、車子等等 這樣的一些情境以下的狀況 我們發掘了問題之後 然後試著去解決它 發揮你的創意去解決它 這個就叫做情境式的創意 第三種我們把它叫做是 比較跳躍式的思考、跳躍式的創意 就像畫面當中 有時候我們說一把小雨傘 兩個人撐很浪漫 但是如果是真的需要一個傘面要夠大 可以撐兩個人的時候 那就是需要額外的一個設計 例如像這個可以變大、變小 變成單人撐的傘 然後也可以放大變成雙人撐的傘 這樣的一個設計的創意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一把傘它最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 它就是暴風雨 那我們如果真的沒有傘的時候 我們手邊可能隨便拿一個東西 擋在頭上 這就是達到周雨的功能了 所以這個傘的設計是什麼 它就只有一個小小的支架 所以如果你可以手邊拿得到的報紙、紙張 鋪上去、夾起來就可以變成臨時的一支傘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用的地方 那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所謂跳躍式的創意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思考 傘一定要長成傘的樣子嗎 有沒有別種可能呢 所以這個設計它就完全跳脫了 雨傘原先的樣子 它就把它設計成像一個鞍群帽 所以你只要戴起來 你的手也可以拿東西 還可以講電話 這樣子傳說在大家想像當中 所以跳躍式的創意 我們顧名思義就是要跳脫傳統的一般的框架 雨傘一定長成雨傘的樣子嗎 這樣你可以打破它 來重新做一個創意的思考 接下來這一種我們把它叫做想像式的創意 所謂想像式的創意就是 我們的在功能面、在附加價值上 或者是跳躍性的思考 就是嘗試過一遍之後 我們還可以有一個角度去切入 就是你的想像 你的感性的那一面 情感的那一面 像這一支傘 它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已經心情不好了 但是你可以撐一支 就像這個充滿了落葉 你走在陽光灑落樹梢 然後葉子的影子 鋪在你身上的那種感覺 就是讓你可以在下雨天的時候 心情會好一點 然後像這一支就是想像成 如果閃像一把劍一樣 把它背在後面 想像我是一個武士 而且還可以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劍柄的造型可供選擇 然後或者是直接套上植戶 想像成雨傘像一把槍一樣 所以想像式的創意 我們就把它歸納成 你可以思考如果叉叉 叉叉就是你現在要設計的這個產品 如果叉叉像群圈一樣 如果雨傘像一把劍一樣 如果雨傘像一把槍一樣 它會長成什麼樣子呢 這就是想像式的創意 的思考方式 最後一種我們把它叫做結合式的創意 結合什麼呢 我們就是可以結合新的科技 新的材質 甚至有時候是新的功能上去 例如像畫面當中的這一支傘 有時候我們撐傘 是晚上的時候 如果你撐著又是一支全黑的傘 然後走在沒有燈光 沒有露燈的地方 那其實是有一點危險性的 那所以呢 這支傘呢 它在傘壁 就可以像光劍一樣會發光 那至少 就是大家可以在漆黑當中看到 一把一把的傘 是在發亮的 那這個也很有趣 它是雨滴下下來 落在傘面的時候 滴滴答答 其實這個就是可以變成一種動物 動物轉換成電力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講能源的問題 那如何把各式各樣的能源 轉換成電力去做發點 這也是我們都在嘗試的努力的方向 那像這個他就想說 雨滴都要這樣滴滴答答下來 而且有時候雨很大的時候 那個動力 那個能量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只要夠大的時候 其實它還可以用來發光 所以剛剛是傘壁的發光 那現在是讓整個傘面發光 那一樣可以解決在黑暗中 那撐傘造成了一個 比較視覺上安全性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結合了在我們傘餅的地方 你這樣撐著傘的時候 靠近嘴巴的地方 它就把它設計成是有藍牙功能的 所以你可以對著它講話 它像一個麥克風 也像一個喇叭 就是直接電話來了這樣接聽 這樣子通話 或者是音樂從這邊放出來 讓你在撐傘下雨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很愜意這樣子行走 那這個呢 就是走得更遠了 它把整個傘面 當作投影的螢幕 所以你根本不會無聊 因為你就是可以把你想看的節目 投影在傘面上面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邊走邊看 雖然這樣好像有點危險 但是以創意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可以知道 雨傘雖然它只有傘面 傘餅跟這個把手的部分 這麼少的元素 但是每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去發揮你的一些想像 或去結合一些另外 另外額外創新的功能 這樣子都可以是一種創意的展現 那這個就很有用了 這個雨傘平常放在家裡的時候 就好像一個傘座 你把雨傘固定在那邊 但是它是有感測功能的 它是結合Wi-Fi 然後就可以接收天氣預測的資訊 所以你每天要出門的時候 你不用再另外滑手機 可以check一下今天會不會下雨呢 需要帶傘嗎 雨傘在那邊 它就會透過燈號來告訴你 今天要把我帶走 因為今天會下雨 如果沒事的時候 它就是不會亮 可是如果它亮燈的時候 就表示今天有百分之很高的機率 可能會下雨 記得要把傘帶出去 這樣就是一個結合了科技的一個 新的雨傘的功能 事實上它的外觀根本沒有改變 但是結合了科技 它就賦予它一個全新的 而且很有意義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所以結合式的創意 我們要發揮的精神就是 1加1要大於2 所以像剛剛的一些例子 現在有這麼多的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新的材料被發掘出來 所以我們都可以去累積這些新的知識 然後把它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各式各樣的創意裡面 綜合以上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今天利用雨傘 這一個非常常見的日常生活當中 每一個人都使用過 甚至每一個人可能都有兩把三把 甚至更多把這樣的雨傘案例 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你可以透過添加一些小巧思 或者是去設想 這個使用雨傘所有的各種情境 或是各種對象 老人家啦 小孩子啦 或者是盲人怎麼辦 聽不到的人怎麼辦 或者是有肢體障礙的人怎麼辦 他的使用情境是什麼樣子 他就會有問題 需要我們去幫忙解決 另外你也可以培養比較跳躍式的思考 或者是比較失憶的 比較情感層面的這種想像的思考 然後另外結合科技 結合創新的一些技術發展 所發揮出來的創意 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好 好 那最後呢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中華大學的創新創意中心 就是在推廣全校的創建創意普及教育 那我們是用D O I T 這個四個英文字來當作我們的核心的理念 D就是Design O是Original I是Invention Key是Technology 所以希望同學都能結合這四個核心理念 來發揮日常生活當中的創意 然後我們是一條融資的 從創意然後到創新 創業最後育成的輔導 我們學校都有資源來輔導學生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創客的基地是學生的最愛 我們叫做Do It Studio 這有三個空間 分別是V1的數位加工廠 一樓的手座空間還有二樓的互動基地 那都非常歡迎同學可以來這邊發揮你的創意 最後這是我們中心的QR Code 還有Do It Studio的粉絲專頁 希望大家都可以不定期的 上我們的中心的網頁 還有Do It Studio的粉絲頁 去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當中的一些活動 可以增加你的日常生活當中的很多的創意 以上就是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